也是一樣 就是你的 第一個就是說呢 它是由這個 大字或語的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 這部落格裡面所提供的 然後裡面其實還有其他的資源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這個網 這個部落格上去看看 它也有一些文章 其實可以看一下 那另外就是說呢 使用的方式也是一樣 你可以先從這個 左上角再左下角 然後在右邊 它是一個這樣的一個查詢的方式 那你可以針對你要查的部分 去做查詢 比如說我們之前有一個Util 這個JavaUtil 然後裡面我們昨天有用到一個叫 Scaner 那你就可以查一下Scaner這個 這個類別 這個class 那這個class裡面呢 它有哪一些使用的方式 甚至它也有一些Sample 你可以去閱讀它的Sample 然後去做實作 自己查一下 其實這個部分 可以得到蠻多的一些 一些重要的訊息 相關的這些方法 還有它怎麼去使用等等的 這邊都有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 你在撰寫Java的時候呢 很重要的一個參考 參考的資源 那以往呢 我們在使用這個Java上面的這部分呢 其實不就是你是使用簡體版的 不然就是你是使用英文版的 那這部分當然在閱讀上其實是有一個障礙 還有就是說呢 你必須要去Link 去網路上去抓取這個訊息 其實也有點慢 那另外其實除了這部分之外 這個Duck底下 這邊其實也可以做一些設定 比如說呢 我點了某一個 有沒有 Integer 它自動會秀出這個訊息出來 那也是 我們也可以去做一些設定 那你也可以直接即時的 realtime的 就把網路上面的help把它抓下來 把這些說明把它抓下來 那你要做到像這樣的一個設定 其實只要做在這個地方 第一個視窗 視窗裡面有一個叫喜好設定 喜好設定裡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有一個叫說明 說明裡面有個內容有沒有 內容的部分呢 你只要預設這個地方是沒有打勾的 或者有可能打勾 就是之前有設定過 那你只要把這個包含 遠程之 資訊中心的說明內容 這個地方把它打勾 或者是說呢 你在底下的新增 新增什麼呢 新增這個link 按新增之後呢 你就把這個 你要貼上去的help的 這個路徑 把它 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這個網址把它複製起來 複製之後呢 再到這個地方新增進去 到時候呢 就會提供 那這個名稱你自己可以key一個 比如說6.0等等 這個等等 那這個 主機位置就把它貼上去 就把那個路徑貼上去 把那個剛剛的那個hyperlink 這個UIL這個部分 這個地方把它複製 再貼過去就可以 直接把它貼到主機的位置 那這樣子它就會自動幫你去做查詢 那以後 在這個java duck這個地方呢 就會 只要你點任何的一個keyword 它就會自動去幫你搜尋 那並且幫你秀出來到底下 那這樣其實也是一種方便 你就在學習上面 就隨時都會有一些輔助 那當然就會更得心應手 其實主要我是覺得說 這些說明裡面 比較重要當然就是有一些sample 如果有一些sample 可以直接看 當然就 看一些理論來得更快 因為其實有些理論 你看很久還不見得說 可以真的完全了解它的意思 因為其實java它是 它是一個概念 它就把一個物件導向的概念 它真的真實是希望說 以後撰寫程式 就跟真實的物件是 是被畫上等號的 它把一些抽象的 要把它實體化 那其實抽象到實體化 其實這個地方 對程式語言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變革 一個很大的革命 以前亂寫程式 反正就是這樣coding 那現在它把它變得很 很實體很具體 就是很抽象的東西 變得很具體 那每一個每一個東西 之間都有繼承的關係 實際上不是那麼簡單 那當然這部分 我們可以step by step 去了解它 這地方點了之後 大家特別注意 就是你設定完畢 你要先關閉 再進去才會有 你沒有設定 馬上就會出現 這裡的話 讓你們試試看這部分 視窗的喜好設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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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